对基督徒来说 是一个非常贴身的一个题目 今天晚上我会来看一下 关于认识你的属灵恩赐 你们有带笔来吗? 原来你的刚才有哪个笔是吗? 还记得吗? 有的帮给我 等一下 一人先拿一支笔 因为等一下有一个表格给你们填 OK 认识你的属灵恩赐 对一个基督徒来说 你需要清楚的知道你自己的恩赐在什么地方 虽然它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的范围 让你知道现在你可以在哪里继续好的服事 当然有些人很清楚的知道 有些人不一定很清楚的知道 关于这个的课题呢 本来原本是今年下半年的时候 神学密集课程 我们来讲大于这个题目的 基本上你准备的差不多了 但是时间方面真的是 配合不到 所以我在团期当中来讲这个的课题 如果当中有什么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马上来提出来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这个恩赐 当提到恩赐的时候 圣经至少有两个字 第一个字是Karis Karis这个的字呢 它可以是一个的恩典 它可以是一个的恩惠 然后呢 它有另外一个的字呢 它是Doera Doera这个字呢 它是一个的礼物 所以呢当我们提到恩赐的时候 表示是上帝所给予的一份的礼物 表示上帝给予的这个恩典 这个的恩典给予 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在当中的时候 来参与在这个服事 特别在新约圣经当中 旧约当然有提到一些 旧约不是很明显的提到 但是呢旧约有提到一些 新约呢就很清楚的直接把它写了出来 至少在罗马书 《哥林波前书》和《以父守书》 这三段的经文呢 通常呢是当我们提到署名恩赐的时候呢 一定会提到的这三段的经文 OK 虽然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都有一些的恩赐在那边 但是至少你有一个主要的恩赐 如果你清楚的知道 这些恩赐在哪一部分的话呢 你可以花比较多的时间 好好集中精神 然后在那个恩赐上面好好地发挥 因为一个恩赐在那里面 会有许多的恩赐在那边 但是呢如果这么多的恩赐 你想try到完吗 不能够的 没有一个人能够拥有所有的恩赐 但是呢你宁可花这么多的时间 就是有这么多的专长 倒不如你把时间好好专注在一个里面 然后呢好好发挥你那个的恩赐 恩赐 其实呢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 就好像是你当中很常看到我们是一个肢体 我们是一个整个的身体有不同的肢体在那边 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强处在那边 就算你的右手比你的左手有力的话 不代表说你的左手没有用 左手有它的用处在那边的 但是很常的时候呢 教会在当中呢出现了一个的现象 这个的现象一般上被称为是球场现象 什么是球场现象啊 喜欢看球吗 OK 喜欢看篮球啊 足球啊 什么球都好 基本上呢如果OK 球场的现象 我们用足球来做一个例子的话 足球如果去看足球的话 有多少人去啊 整个stadium去那边的话 可以有几万个人 OK 甚至呢可以到stadium的足球场的话呢 可以容纳将近十万个人的足球场 但是足球场就有十万个人这么大的足球场在那边的话 有几个人踢球啊 有几个人踢球啊 有几个人在那边跑啊 十一个 十一个 二十二个 再加上几个人 就那几个人在那边跑 十万个人 只有那二十多个人在球场上面运动着 然后呢一般的时候 可以换了下来上去 换了下来上去 其他人在那边呢 干什么呢 其他人在那边呢 吃那些chips啊 吃那些耗盗啊 然后在那边啊 然后在那边讲话啊 然后OK 讲一讲去啊 然后坐在那边 然后叫我几下 拍手一下 然后坐下来一下 然后含一下 就是这样子 这一个的现象 球场现象 基本上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健康的 这一个的 当然很爽啊 周观众当然很爽啊 像今天晚上 参与服饰的 就那几个地方 你也没参与服饰 你们在当中 坐在那边的时候 然后坐在那边 然后要来可以 不来不可以 不来也可以 但是服饰的 没有办法一定要来 你做求援的话 你没有办法一定要出席嘛 但是如果你是观众的话 你可以买个票 你可以不去的嘛 你可以不去的 这个的现象呢 称为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这个现象 当交会的弟兄姐妹 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恩赐的时候呢 也会明白到 原来你参与在其中 你是不可缺的 你也不能够在当中随随便便就缺席的 你也知道你在当中的时候 你不是当然只是一个的观众在那边 而你是参与在里面的 所以为什么你认识这个恩赐 是怎么的重要 OK 那么先提到这些东西 当我们提到属灵恩赐的时候呢 有些的混淆需要弄清楚 第一个混淆是关于属灵恩赐 这个spiritual gifts 跟这个talent之间有不同的地方 很多人可以同时 你可以同时拥有 这个与生俱来的这个天分 也就是talent 然后呢 你也可以拥有这个的属灵恩赐 之前的这个呢 前者呢 这个呢 talent呢 是你可以说 你来的时候 你会 你一生就来的时候 你就比较倾向 可能有些人在这方面 比较喜欢做 OK 比较在英语方面 比较有恩赐 有些人在广语方面 比较有恩赐 然后比较有天分 比较有这个 built in 我们说OK 开车的时候就比较 然后学语言的时候比较快 读书的时候比较好 有些人运动方面比较强 这个是talent spiritual gifts呢 它是后来的 是当你重生之后 reborn了之后呢 你很清楚的 你的属灵的生命 当生了之后呢 产生了出来 很多人拥有这些的talent 但是呢 不代表说他们有这个talent 他们就可以把它当成 是一个的属灵 恩赐来的 两者之间有不同 通常呢 我们提到这个talent的时候 是用在自己的身上 OK 那我可以去装更多 那我可以 当然我的talent 可以被圣化了之后 saintify了之后 变成是一个spiritual gift 可以好好的服侍 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但是这两者之间 你不能够把它混淆 就比如说 就比如说 拿我来说 OK 我拥有这个 我之前的时候 我读那个 我的master degree的时候 我是读这个 construction management的 不表示我在management方面 我很喜欢 只是因为我盼望了 我更加认识 关于这个management的事情 OK 然后我花了一些的时间 然后读了一个management 这个硕士在那边 是不是表示说 我拥有了这个management degree之后 就表示我是一个很好的manager呢 我就可以在management方面 很厉害呢 很棒呢 不一定 你问我的话 给我来说 我很讨厌management 我非常非常不喜欢management的事情 如果碰到这些 好像去管理这些东西的 给我来说的话 我很不喜欢 很不喜欢 OK 所以 这个我可以去学习吗 我可以去学习 但是不代表 我拥有了这个之后呢 就是变成我这个属灵恩赐 不一定的 同样交线有些人 他们在音乐方面非常的棒 他们很会弹钢琴 但是不一定代表说 他很愿意在钢琴上面俯视 你明白这个之前的不同吗 有些人他们在公司里面找到吧 但是不代表他在教会里面 他就能够做这个management 有些人他们拥有不同的这个呢 你拥有的talent 不代表是这个就是你的spiritual gift 你不要把它混淆 你不要把它当这是一样的 不然的话 你有时候OK 拿一个例子来说 下面来说你弹钢琴 然后你弹钢琴 你弹得很棒 OK 你弹得非常非常的棒 然后大家都觉得你理所当然的嘛 你学音乐的嘛 所以理所当然要弹钢琴嘛 对不对啊 你学钢琴的嘛 你主修钢琴的嘛 应该是理所当然的 是做pianist吧 但你有问过他吗 杰英到底你有没有这个的感动 到底有没有这个的负担 在教会当的事情呢 那你知道他说他没有这个负担了 没有这个负担的话 你会觉得怎么样子呢 哪里可以 杰英啊 你在做master 你master 在读这个的钢琴 你怎么可以不在教会里面服饰 对不对啊 我们的观念来说 一定是这样子的嘛 你主修钢琴 你应该就教会里面的pianist嘛 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他可能真的是与生俱来 他有这个的天赋 他有这个的talent在那边 但是他真的有负担在那边吗 是两回事情来的 当然如果你有这个talent 然后你愿意在里面服饰的话 你把它当着 然后你重生的时候 你把它圣花了之后 OK 你把它当作是一个恩赐来服饰 非常非常的当 但是呢 你不能够就是 就是马上就 他一定会这样子 不是的 你也不能够这样 来代替的 不然呢 如果他真的是不愿意 比如说如果今天他不愿意在里面服饰的话 但是没有办法 他硬硬要这样服饰的话 大家对他有这个要求的话 可以服饰吗 可以服饰 但是有发挥到他的角色吗 没有 哪里在下面有一个人 他不是主秀钢琴的 但是他对钢琴 对钢琴非常非常有兴趣 甚至没有学过钢琴 自己摸到钢琴之后 然后自己学了钢琴之后 他还可以弹得非常的棒 但是人家说 你连钢琴都没有学过 怎么能够弹钢琴呢 我以前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 我在我第一天进去的时候 开学里那个时候 开学的时候 那首弹钢琴的时候 我看了一个弟兄弹钢琴 他都非常非常的棒 然后当我继续认识他的时候 然后跟他结束的时候 然后才发现到 他从来没有学过钢琴 他对钢琴非常非常有兴趣 然后呢 到他差不多十五六岁的时候 他才开始去到教会里面的时候 才开始自己学钢琴 他弹的钢琴非常非常的棒 虽然他弹的不是那种标准的那种 不是那种 performance的那种的 但是呢 他伴奏的时候 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他那个伴奏 不代表你拥有了这个的 qualification 那个的 qualification 就变成你的这个 一定要成为你的这个 spiritual gift 不一定是这样子的 你需要好好的分点画出来 你也不要这样子 对别人有这个的要求 一方面你不要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 另外一方面 你不要就是 他就是认为别人有这样子的 你不要把它混淆在里面的 第二个呢 你不要混淆的是 关于基督徒有他的角色 Christian有自己的 role在里面 OK 每一个基督徒呢 当然我们都有 至少有一项比较主要的恩赐 比较明显的属灵恩赐 在每个人一定当中 有可能你还没有发觉到 喂 等一下我们尝试相伴 帮你发觉一下 OK 但是呢 你拥有了这个的恩赐之外 是不是表示我其他那些我可以不做呢 不一定的 因为呢 我还有 我们基督徒 我们都有不同 虽然不同的恩赐 但是呢 我们都拥有同样的这个角色 需要去扮演 主呼召着我们 让我们去传福音 不单单是有那些恩赐去传福音的人 才去传福音 不是的 你没有所谓的恩赐的话 你也有这个责任要去 不是比较有恩赐祷告的人 OK他们祷告就可以了 他们去祷告会就可以了 他们祷告就可以了 我没有恩赐祷告 所以我不需要祷告 不是这样子的 我没有恩赐给予 我没有恩赐做这些事情 我就不需要做 不是的 所以呢 一些的责任 实义奉献啊 然后你的这个祷告啊 然后你的这个祷告啊 然后写的彼此相爱 这些东西啊 这个不是光恩赐不恩赐的事情 当然有恩赐的人 可以在当中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没有恩赐的那些弟兄姐妹呢 是不是表示我可以 就是这样的地方 我就可以不需要参加在里面呢 不 你有这个的responsivity 你成为一个基督徒 你有这个的role 有些人信徒他们多做福音的工作 因为他们有这一方面的恩赐 就像上次来到我们当中 那位红南名牧师 红南名牧师他本身 他对这个的床福音 非常非常地有负担 而且非常非常地有恩赐 在那边 我去机场接他的时候 看到他的时候 他跟一个中国人在一起 然后对面谈福音 OK 然后走了出来 OK 然后之后呢 我带他去到下面里面走的时候 到校园走的时候 他一看到有华人的时候 跟他就要把我们拍照 拍照 现在跟他谈起了华人 他就马上跟他传福音 OK 就问他 你相信有神吗 他真的是用那句话开始 你相信有神吗 你相信有神吗 然后一走的时候 他再碰到一个人 然后看到的时候 然后OK 我们进后面了 然后打到户下 你相信有神吗 OK 然后碰到结音的时候 他就跟你讲 你相信有神吗 好像才是问你这句话 你相信有神吗 对他的时候 他碰到 只要是一个华人 会说华人话的谈 第一句 你相信有神吗 对他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 这个的负担来的 OK 当然他在这方面 做得非常非常地棒 那是不是表示 你没有这个恩赐的话 你就可以不需要的做呢 不是的 你不能够说 我不会做 因为这不是我的恩赐 它可以不是你的恩赐 但是呢 它是你的责任 所以你需要有这个的责任 参与在其中 所以就算我们没有这个施舍 不能代表的恩赐的话呢 我们还是需要给予 还是需要为别人来代行的 OK 第三个的confusion 什么不行呢 属灵的恩赐 有时候呢 我们把它来 compare 跟别人来做一个对比 信徒之间有相似的 这个的属灵恩赐 但是代表同样的恩赐 就有同样的補效在里面 比如说 我个人来说 我对教导方面 我非常有负担 我也很清楚知道 教导是我其中一个的属灵恩赐 OK 在我们当中 我相信耶稣 一些弟兄姐妹 你们对教导 也是一个负担 但是你的教导 跟我的教导 你说你有教导的恩赐 我也是有教导的恩赐 是不是表示 我的教导和你的教导 是一定要同一个level的呢 然后如果你有讲道的恩赐的话 我有讲道的恩赐的话 是不是表示你讲道 跟我讲道 需要同一个level在那里面呢 如果你有钢琴的恩赐 我有钢琴的恩赐的话 是不是表示 我们所弹出来 是一定要有同一个level在那里面呢 不是的 你不能够拿来再compare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 而每一个人恩赐在当中的时候 上帝借着我们来彰显 不一样的範围在当中 你不需要拿来做这个的对比 如果你拿来对比的话 你会非常非常的辛苦 如果你把他们两个来对比的话 你会非常非常的辛苦 OK 每一个人都有独特之处 所以呢 它的果效 它的result 也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的 所以有些 他们可以在很大的教会里面服侍 有些他们不一定在很大的教会里面服侍 有些呢 他们可以做一些参与很大很大的事工 那是不是表示每一个有恩赐的人 就参与在很大很大的事工 参与在很大很大的这些的服侍当中 不一定的 你不能够用他的这个结果来代替的他那个 你不能够说 你看哇 他教会这么大 他带领了这么多的信主 表示他的恩赐很大 你不能够来做这样的比较 如果你要来做这样的比较的话 你看回施洗约翰的话 施洗约翰只活了 自治之一 侍奉了六个月的时间 是不是表示他的恩赐太小呢 所以上帝把他早早的提掉了呢 不是的 因为他做完了他的功 所以上帝把他接走了 然后你看这个十二个使徒呢 立比的话 常常提到彼得怎么样子啊 然后提到约翰怎么样子啊 然后你看Andrew的时候 Andrew好像没有什么讲的话那样子 然后你看那个Bethalamea的时候 Bethalamea 他讲过什么话啊 好像你从来不记得他讲过什么话那样子 然后其他的使徒 你不能够跟他们来这样compare 虽然他们都是使徒 但是你不能够把他们来这样compare 你就觉得说 这个使徒比较大 另外的使徒比较小 不是的 你不能够把这个来compare的 属灵恩赐是为了发挥你的角色 在这个的群体 在这个时候 这个的群体里面 你发挥这个的角色 你不需要跟别人做这个的对比 然后你也不需要 把别人跟其他人来做这个对比 那么 接下来我们要提一下 那么 我们要怎么样来发掘我们的属灵恩赐呢 How to discover our spiritual gift 如果你说 OK 你不太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属灵恩赐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做呢 有几个的方法 可以尝试做出一些建议 第一个建议是 你可以keep trying 我建议你尝试越多越好 鼓励你在不同的岗位 你勇敢 勇于尝试 就算是你觉得自己不太可能能够胜任的岗位当中 我鼓励你去尝试一下 我想知道一下 在我们当中 呃 你就比较坦然的吧 就举手吧 如果你清楚的知道 你自己有哪一方面的恩赐的话 有啊 所以基本上全部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属灵恩赐在什么地方 还是很 大家都是 属灵恩赐都是很鲜悲 真的吗 没有人知道自己的属灵恩赐吗 没有人比较清楚的 觉得我的属灵恩赐应该是这方面 考虑都没有考虑过的 真的全部都没有啊 好 至少有几个人举手一下吧 我有问题 我有问题 那那个 呃 你刚刚提到就是 你本现在的才能不能跟属灵恩赐混淆 所以说他们两个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不可以是一样的 不是说没有关系 不是说可以一样 可以一样 有关系 可以一样 但是呢 不是一个绝对 你不能够把这个的恩赐 你不能够把你的这个的天分 当这是你的恩赐 嗯 但如果我可以用我的天赋去 当然 那是非常好 那是可以 啊 混淆的地方是 他们很多人以为是我拥有的这个talent 就是我的 spiritual gift 所以说如果我们说 呃 我可以用我的天分做 施奉的话 那就算我的属灵恩赐吗 可以 我为什么说恩赐是被圣化后的才干 啊 scientified talent is the spiritual gift ok 你要怎么样discover呢 如果你真的是不知道你可以怎么样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你的属灵恩赐在哪 什么呢 拿哪几方面的话 我建议你第一方面 好好的尝试 ok 你不要每次填的时候不知道做什么东西 每次做usher就是啊 反正我不知道其他什么才可以做的 usher反正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在后面分担长呢 就这样子 ok 然后就是go这个usher 是这样子 你可以尝试啊 这样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复习方面 你都没有尝试过你怎么知道呢 你没有教导过你怎么知道呢 你没有带过小组你怎么知道你不能够呢 你没有尝试做过里德你怎么知道呢 你没有try过你怎么知道 你说哎呀我不可能啊我不会开车啊 我不会开车 你说等到我有一天我会开车的时候我才开车啊 ok good luck 说我不知道啊 我从来我不会教导啊 等到我有一天我会教导的时候我才教导啊 就好像说我会开车啊 等到我有一天我会开车的时候我才开车 叫taxi吧 keep trying 就是教会呢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管道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 那你可以尝试去try的 ok 你可以尝试在很多的方面 可能对小孩子 可能是对老人家 然后可能是在音乐上面 可能是在带领上面 好多好多的方面 你可以去尝试 我只能说如果你没有尝试的话 你不可能会知道的 你尝试了之后你没有这个的负担的话 你没有这个感动的话 你至少你try过你知道ok 这些被排斥在外面的 如果你没有try过的话 我还是那句话 你等到我会开车你再开车吧 第二个 你要怎么discover你的属灵恩赤呢 你可以尝试自我审查你的这个的果效 比如说你尝试在新的一个的 侍奉岗位当中 比如说我从来没有 我从来没有想过主日学 ok 不知道小孩子是怎么样子 然后教小孩子 ok 我尝试去教这个小孩子 尝试去try 新的这个的服饰岗位了 那么你可以在里面问自己一些的问题 你下试试问自己一些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你可以问一下 我是不是能够胜任 我觉得我带领的怎么样 好像很不错的样子 好像蛮不错的样子 ok 然后呢 你是否感到自己的才能跟技巧 符合这个的侍奉的要求 很可能这个的时候 你觉得 我是读这个的 我是读这个 可能是education ok 那么我在教 我在学这个的教学 大学里面学这个的education的时候 教育的时候 我在这方面 我可以尝试把它用出来 为什么没有 OK 你尝试想一下你的这个恩赐跟你的才干 可以不可以符合得到 然后呢你想一下在你性命深处 你感到满足吗 你每天面对这个小孩子 你感到满足吗 你觉得satisfied吗 你会觉得会满足到你自己吗 然后你用你这个恩赐的时候 你觉得自己表现的怎么样 你给自己打粉怎么样 可以pass 还是感觉很糟糕很糟糕 这样子 然后你觉得你带出来的小孩子 他们真的是有果效的吗 是否能够扩张上帝的果度呢 你用这些的问题来审查自己 ok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你的私奉岗位 不当然只是在这个asher 每天只是在asher 不是 你可以尝试在不同的这个岗位上面 在小组里面可以尝试不同的这个的 侍奉岗位 我之前也提到了 当我在大学里面的时候 当我在读书的时候 我在尝试自己的属灵恩赐的时候 教会的基本上每一个我能够参与的事奉呢 我都参与的 我真的是每一个参与的事奉 可以参与的 只是会基本上到最后年的时候 会参与在那边 能够参与的事奉 我都参与至少用了半年的时间 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参与在里面 除了正式 除了妇女会我们的参与之外 大大小小的团契 真的包括从成团那边 然后到少团 然后到这个的儿团 到小孩子的主日群里面 然后在我们的教会的这个呢 我们的亲团里面 然后在亲团里面呢 然后每一组的事奉呢 我都参与在里面 信仰主啊 宣教主啊 然后孤零主啊 然后这个 其他这些执行主啊 这些东西 我能够参与的 我都参与在里面 我可以很勇敢的说这句话 因为我真正是参与过的 然后参与过了之后呢 然后有些人 我觉得很有负担的 我继续留下来 继续参与这些服事 然后觉得不能够胜任的 像我那个 我记得很清楚 去那个主日学那边 去了两个月之后 我已经是不耐在那边了 然后没有办法 一定要做完一个什么事 然后做完什么 那个什么事 哇 感谢主 终于可以不需要再去看主日学了 看到非常非常的疼痛 一进去那个时候 我就很反感很反感 我真的是完全不能够参与在 这个主日学的服事里面 在其他的事奉岗面 有些的事奉得不错 但是呢 觉得好像 没有太大的负担在里面 可以做得很好 可以做得比方人做得好 但是呢 没有那个感动 没有继续那个负担在里面 我是在执行组的时候 做这个match的时候 做这个organizing committee的时候 可以吗 可以做 但是觉得好像 不太 不太是我想要做的 我还可以在其他方面来做 然后呢 再参与短学的工作 然后还有好多好多的事奉 参与在里面的时候 然后呢 看一下 尽量尝试过 你有尝试过 你怎么知道的 至少尝试过 OK 然后呢 你好好的防警 接下来呢 除了刚才 除了刚才 这个 第一个 你是多尝试 然后呢 尝试了之后 你自己来自我的审查之外呢 然后第三个呢 是 其他人怎么样看待你 那么 你参与那些事奉的时候 你尝试去问一下其他的人 或者是你的 弟兄姐妹 你的同工在一起服侍的 或者是你的属灵长辈 你问他们一下 他们对你有什么看法 因为呢 有时候呢 你自己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嘛 然后你觉得好像我都可以做 好像又都不可以做 怎么办呢 你就问问别人吧 别人看的时候 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其他的信徒是否认同 你在所侍奉的感觉上面 有这个恩赐呢 你再没有带这个小孩子 别人是不是觉得 你适合当主的学老师呢 别人会不会这样觉得呢 还是你自己觉得 哇我带的很棒很棒 别人看起来 最好的孩子不要去送给你教了 OK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应该是没有这个恩赐在里面的 虽然你觉得很有负担 虽然你觉得很棒很棒 但是呢 别人不一定这样觉得 OK 那么 主那些比较成熟的肢体对你的侍奉 有什么的看法呢 可能有时候 教会的这些长辈 属于长辈会来找你 尝试来 approach你 你可以不会参与在这个里面啊 主动的会来找你 因为他们觉得 可能你在这一方面 有比较 可以发挥的这个的空间 你在那边 然后你做的时候 他们是否给你正面的这个的肯定 然后是否继续鼓励你 尝试在这一方面的服事呢 或是他们说 哎呀你不要在参与这边里面啊 你参与在另外一个的可以不可以 OK 可能那边有这样的需要 但是呢 可能你的恩赐在那边 那一个的时机 让你好好的参与在当中 所以不单单只是你自己去 检查你自己的侍奉 的果效 另外呢 你可以尝试去听一下 别人的这个的意见 别人的意见 基本上扮演的很重要很重要的 这个的角色 因为在当中的时候 你有好多好多的不同的肢体 比如说你在教导 你在小组里面 你做这个教导的 你做的觉得自己做的蛮辛苦的 觉得好像自己做的不太好的样子 我教导的时候 好像没有之前那个教导的教导的好 OK 但是呢你小组的弟兄姐妹说 哎你做的不错啊 然后你的同工组织做的不错啊 然后组练的这些的组织 你就说哎 其实你带领的不错 然后在这方面可以继续讲 别人可以给你这些意见的时候呢 当然如果他们只是说客气的话的话 OK 不要什么听啊 真的希望他们好好 如果他们真的是如此这样认为的话 你要好好地考虑清楚 因为有时候呢 很多的时候是你自己看不清楚这个的状况 所以多尝试 然后呢自己来 上试试下 然后问其他的这些意见 然后最后一个呢我建议呢 你可以通过一些这个 XBGC的Spiritual GIF Spiritual GIF的这些的Test 这些的调查 你看做这些的 其实很多很多的这个的调查表 在那里面 你可以在当中 OK他们设计了很多很多的这些的题目 在当中呢 等一下我也会给大家 一份的这个的调查表 在当中的时候呢 胖胖做了之后呢 至少当中的时候 你可以尝试知道一下自己的负担 跟认词范围在什么地方 当我们看回这个的属灵恩赐的时候呢 基本上属灵恩赐有三大类 第一的类呢 是我们说是Speech的 是讲话的 话语方面的 话语方面的 就包括使徒 先知 传道 牧养 教导 勸勉 宣教 代求等等 然后第二方面呢 除了是讲的 第二方面是Service的 是给予服事的 这些包括领导 管理 信心 给予辅助 服事 广代 然后第三种呢 是超自然的属灵恩赐 Supernatural 是 包括了这个 辨别诸灵 辨别诸灵 辨明 然后神迹 医治 方言 方译方言 智能 智慧的言语 智慧的言语 这些不同的 OK 那么特别是提到 OK 我就把它summarize 出来了 summarize 出来之后呢 基本上 刚才我看的那几处的经文 OK 第一个呢 在罗马书那边 罗马书第十二章 第六节到第八节那边 它所提到有七种的恩赐 它包括提到的 说预言 然后执事 教导 劝话 施舍 治理 年龄的这一个 它提到的这些 然后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第八到第十节呢 它有九种 然后呢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还是第十二章 不过是二十八到上十节呢 提到另外的九种 然后以福所书呢 第四章 第十一节那边的时候呢 提到的五项 这个恩赐 在里面 基本上呢 当你看这个图表的话呢 可以说 基本上涵盖了 涵盖了 不一定是全部 但是至少是九十个百cent 这个的兴约圣经书里面 所提到的 这些的 属灵恩赐 在里面 这些属灵恩赐呢 如果你要好好去 define的话呢 很多人有不同的 用不同呢 这个方程 要不可以 或者把它 拿来分化出來 OK 但是至少呢 你看到一下 OK 都在里面的 然后呢 我之后呢 我会把它就是分化成为 十六种肥 它提到这么多种 它有些是好像一样 好像说方言啊 方方言啊 好像是一样 类似是一样的 我会把它分为十六种 然后十六种的名词呢 不一定都是用圣经的这个名词 有些是把它的功能 把它合在一起之后 把它讲了出来 这个之后 我会把它提出来 OK 当我们提到刚才这些呢 属灵恩赐的时候呢 基本上它可以有两个的范围 有两种的范围 来把它涵盖 第一种呢 我们称为是永久性的 permanent spiritual gift 是一个永久性的 是一个永恒性的 就是你拥有了这个之后呢 你是可以拥有一致拥有的 有九种 比如说教导 在牧养 在这个leadership方面 在你传福音 在你牧会 在你圈花 在你施舍 怜悯 信心方面 这个是你永久性的 另外一种呢 被称为是 temporary spiritual gift temporary呢 只是短暂的 暂时性的 有七种 基本上呢 这个暂时性的 属灵恩赐呢 是比较神迹性的 比较就是 像使徒啊 像预言啊 行义能啊 医治啊 方言啊 方方呀 辨别诸灵这些 这些只是暂时性 突然那个时候 你可能拥有 但是呢 不一定表示 你拥有了之后 你就一辈子 所拥有的 OK 这个是 你需要好好注意 在里面的 但是呢 我们不会太多 谈到关于这个 temporary的 这个spiritual gift 在那边 为什么呢 OK 关于暂时性的 这个属灵恩赐呢 基本上 我们改革中呢 我们提出了 我们不太 会去注意这个 这个呢 是从这个的 Martin Luther 从John Calvin 那个时候开始 然后一直到这个的 一直到这个的 OK 到现在呢 基本上 在改革中 在protest人里面呢 基本上 我们比较不太看重 这个spiritual gift 不太看重 这个temporary的spiritual gift 但是灵恩派的 我们去常常强调的时候 就是强调这些东西 为什么我们不太 强调这个东西呢 因为 从改革中 的这个的看法 从改革派的 这个改教派的 这个看法 新月的神迹呢 为的是证明 使徒的的确确 是圣经 可靠的这个作者 然后当使徒们 写完圣经的时候呢 神迹已经达到目的 完成了 就不需要再有这个的神迹了 而教会从此拥有 拥有经 神迹 他所确认 写成 白纸黑字的神话 拥有了圣经 基本上 讲的就是 为什么现在 我们不太看重 这些的temporary 这个spiritual gift 圣经好像 你看到耶稣基督 你看到阿可福音的时候 一直讲到耶稣基督行神迹啊 然后 脱液在人家 然后涂在眼睛上面啊 然后人家的眼睛就开了啊 然后鞋腿行走啊 然后瞎眼看见啊 然后死人复活啊 四本福音书里面 如果你好好注意的话 马太巴格路加约翰话 特别是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讲的神迹 是讲了一大堆的 然后特别是 到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后面的时候 讲到那些 很多很多的这些的神迹 在里面 那么是不是表示说 当我在讲马可福音的时候 特别是强调这个的 这个的神迹 骑士在里面的 这些science and wonders 然后这些的miracles 这些的作为呢 不是的 因为呢 那个的时候 圣经还没有完全 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 圣经还没有完整 人透过这些的science and wonders 这些的 在希腊文 Simeon Simeon这个是miracles 意思是神的指头的记号 Simeon 神透过这些的事情 但在看到 见证到耶稣基督 他就是神的儿子 然后后来的时候 使徒也开始 行了这些的神迹 让人见证到 使徒所传讲的 那位的耶稣基督 他的的确确是已经复活的 但是呢 当圣经 已经启示完整之后呢 人拥有了神 所赐下的话语之后呢 整个呢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神迹 因为神把这个话语 赐下来给人了 从此之后呢 教会就不再 这么像新约时代 那么需要 关于这个神迹奇事 所以呢 从那个时候开始 这些神迹奇事呢 我们把它称为 是the temporary spiritual belief 有这样的神迹奇事发生吗 有 有些人有这样的 这一方面的恩赐吗 有 但是呢 这个是temporary 不太被注重的 更重要的是 我们看中 关于那个permanent 那些的属于恩赐 接下来 宇哥的属于问卷调查员 给大家看看 各位 我真的去看一看 by the way 随便当中 如果你发现自己有 第一遍的属于二次的话 找我一下 我遍得很辛苦 这两个星星 我都拿到吗 什么都拿到的话 谁还没有拿到请举收一下 谁还没有拿到的 谁还没有拿到的请举收一下 多拿到了吗 OK 都拿到了 请 请不要看那个先 请听我的instruction先 听你的instruction 会走得比较快一点 基本上呢 这边呢 它有四张纸 是四张纸吗 前面三张纸呢 六面 OK 前后都有 有72个的问题 在当中 然后这个72个的问题 你先看前面六张纸 最后一张纸 不要先看先 先看前面三张 这些的问题在当中 OK 这些的问题呢 你在旁边那边 有这个的扣红在那边 在扣红里面呢 你可以写 0到5 012345 我把它写出来的 我怕你不明白 0到5是什么意思 所以012345 所以你不要认为 3就是你的medal 3不是你的medal OK 2.5才是medal 如果你要看这样子的话 012345 那么0是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拿第一个 作为这个例子 我喜欢幕后工作 处理小节 OK 处理很小的这个细节 那么你觉得自己是这样子的人的话 你非常非常喜欢幕后的工作的话 你很喜欢处理这些细节的话 你就写给他5吧 如果你完全不喜欢幕后的工作的话 OK 你喜欢站在spotline之下的话 OK 你写0吧 OK 如果在中间他觉得可能比较是 可能不是的话 你可以常写 你不要写2.5啊 3.5 OK 你就写整数 012345 就这六个号码可以写 OK 然后你就把它写下来 然后第二个的instruction呢 再告诉你说 OK 请你不要花太多的时间 OK 但你看到那个题目的时候 现在不要开始做 现在不要开始做 请乖乖的听话 OK 你看到那个题目的时候 你不要在那边 不要花太多时间去想 这个思考那个答案 到底哪个题目才是最标准的 不要 OK 你读完一句的陈述之后呢 你马上呢 尽快写出答案 OK 你看到之后 你的第一个呢 到什么东西 然后你要first 你的第一个报告是 OK 可能真的很喜欢 就写 你不要再去想 然后呢 有华语跟英文的嘛 我写的时候 我是要写华语的 然后呢 我真的是 不能够把它翻译英文出来 所以我叫人 把我翻译英文 然后如果 英文跟华 英文跟华文 有出路的话呢 请以中文作为标准 OK 然后我请你注意的 就是 你看的时候 你不要太撞牛角尖 我喜欢幕后工作 牧师 幕后工作是怎样 是幕后工作 这样我不在 我不在这个幕后 我在后面做 阿叔算是幕后工作啊 那么我 我 小吉 从一小吉 怎么样才算是小吉 啊牧师 OK 你这样问的话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OK 然后你看到一些句子 如果你可能不太确定什么意思的话 请你不要举手发问 你觉得什么意思的话 你就是起来确实了 OK 就这么简单 照着你的 first impression first opinion OK 你看到应该是这个意思的话 OK就写了 如果真的是不明白的话 求主给你辨别 辨别 辨别辨 辨别辨 然后呢 第三个 instruction呢 希望你能够在20分钟之内 把它写完 OK 20分钟基本上 不太 也不是很长 也不是很短的时间 76提20分钟 写 写办了 对 把自己的写出来办 应该是很快 把它写完的 然后呢 为了第四个 instruction 为了表准 我希望 你把它填完了之后 OK 你把这个前面 72个问题 你填完了之后 你填完了之后 OK 听清楚 填完了之后 填完了之后 然后你才把那个答案 再次把它写在这边 写在这个第七面这边 写在这个table filling the table 可以吗 明白这个意思吗 OK 因为我不喜欢你好像就是 一直看这个table 然后跟着这个table走 如果可以的话 你现在最好是不要看这个table OK 但是你需要看一下 为什么 因为 你看先 现在先看这个第七面 看这个table先 给你们一个example 在上面那边 OK 你的分数 四分三分五分四分 然后你看到四分三分五分四分之后呢 你又把四加三加五加四 OK 然后等于16写的那个总分那边 所以每一排有一个总分 每一排有那个总分 然后那个总分后面的 leap to 就是你的那个恩赐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说你最好尽量不要看 关于第七面 这个东西 你先把时间focus在前面的六张 就是那72个问题那边 OK 最后一个呢 你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希望你对你自己诚实回答 因为呢 我等下不会问你说 你把卷子交上来给我看 不会的 对你自己来说 如果你越诚实的话呢 你真的很喜欢 只要直接写五吧 你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的话 直接写零给他吧 OK 你不需要跟我交代的 照你自己的标准 你自己诚实 好好地回答他 OK 所以现在 给你20分钟啊 现在是8点 看那边的话 8点44分 给他8点45分啊 我们到9点05分的时候 尽可能我们听 好不好 来 准备 开始